在崇仁 人们对牛肉美食的热爱 似乎有无限种可能 涮牛肉 烫牛肚 火爆牛肝 腊炒牛里肌 无不滋味十足 严大哥 我听说您不仅养牛养得好 您做牛肉的技术也是一绝 是吗 还好 那我今天有没有口服可以吃到 您做的牛肉美食 别着急 我带你去找很重要的原材料 对牛的养殖和烹饪都了如指掌的杨大哥 今天要用什么食材与牛肉搭配成菜呢 咱们要找那个在哪儿啊 就是这种 这个就是啊 我们这里叫清明草 去拿水泡一下 再搂碎加入当地的米粉 可以做那个清明果吃 那咱们挑这个清明草有什么要求吗 像这个底下的就比较老了 我们要挑就上面这一节 这个就比较食用 清香味就更甜 鼠躯草也被当地人叫做清明草 不仅具有食补的营养功效 更能令人齿颊生香 满口鲜爽 然而鲜嫩清香的鼠躯草 搭配霸气豪横的牛骨架 将会成就怎样非同寻常的山野滋味呢 我来读习京 我来读习京 我来读习京